港星谢霆锋2011年与张博之离婚后 两个儿子谢震轩与谢震南跟着妈妈 有关他对儿子不闻不问的传言就没断过 还没离婚前谢霆锋就背上不是好爸爸的罪名 加上近年与王妃双素双妃 似乎没再关心自己的孩子 但事实是谢霆锋早就做好安排 据传谢霆锋近年攒下的财产约人民币9.5亿元 他将财产都投入自己成立的基金 收益人正是两个儿子谢震轩与谢震南